山西旅梁市上水西村的春之书王某现在成了网络红人 根据网友的爆料说这位春之书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不但是工作粗暴说话霸道还贪污腐败横征暴脸 对于举报的人还打击报复 在村民讨要说法的时候他竟然来了句 我不贪污当官干啥呀 虽然后来被撤销了职务立案审查 可他趁着手续还没交接的档口 私自就把村里大陆两边的大树给砍了卖钱 好家伙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教授 棺材里伸手死要钱